由基隆市政府督发处提出的地方创生计划 太平山城基地590万元预算 在市议会审查会时卡关 不过基隆市长林又昌在市议会大会时提出报告 希望未来让处于城市背面的老旧太平山城 因为发展而变成正面 大家也知道太平山城过去就是比较没落的地方 所以在区位上市政府必须把它当成重点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不单只是为了中山区 这个我必须说明的 另外其实太平山城未来会非常有未来性 也是因为它的区位 因为它就刚好在明年要完成的 城际转运站的另外的一侧 那现在因为中山一二路也已经完成拓宽 明年城际转运站再完成的话 太平山城就会从原本的城市的背面 它会变成是正面 另外林又昌也表示要让太平山城可以持续发展 可及性很重要 也将规划像公车一样大小 可以运载40人的中大型缆车 作为未来太平山城上下山的交通运具 太平山城有一个困难点 就是它的可及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经过这几年的一个盘点 还有不断的一个讨论 包括它的动线 甚至包括未来的整个都市的设计 包括高度的控制 其实都发处都已经完成整体的一个规划 所以刚刚在讲131项是步道的系统 但是重点并不是让它从下面走到上面 其实未来还有两个构想正在进行 第一个就是刚刚有一座提到的缆车的计划 缆车的可行性评估 现在交通处正在进行 预计在明年初可以完成可行性的评估 那就是要从未来的C2仓库 也就是我们的邮轮转运中心 跟火车站的北口这个地方 把它串介在一起 那这个缆车不只是为了观光的一个效益 其实它最重要的是要去解决 太平山城可及性的问题 所以不是像各位想象的那个猫缆那个东西 你就把它想成是一台公车 它就是一个40人的一个车厢 这样子的一种形态 市长的报告也成功说服市议会的质疑 预算也得以过关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